当当为迎接圣斗士星矢令物赏第二弹 我把第一弹的令物赏在入魂一番赏的APP上收拳了 打开提示搜索圣斗士 你可以看到超多你平时抽不到的圣斗士手办哦 这一次的出版令物赏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接下来先上360度的展示再上开箱过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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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桌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来自恋物上的双子座萨家拆开吧 盒子真的是蛮大的 作为A赏 如果你抽到了 那真的是惊喜满满啊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包装还是比较精美的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透明的纸盒 你需要把胶带纸全部划开 就可以拿出主体了 还包括这么一个托牌 托牌上面呢 是岩石的一个效果 还有一些特效件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萨家的主体拿出来了 它是一个黑发的涂装 也就是漫画原色的一个涂装质感啊 圣衣上的这个过度颜色漆面还是不错的 披风上同样是有蓝色和白色的这么一个过度 头发处于一个披散开的状态啊 正在使用大招和万龙魔皇拳 然后整体的形态啊 是可以接受的 整个也是比较大支的啊 至于说它有没有太精美 这里呢 基本不敢说啊 但是作为比较早出现在市场上 与大家见面的圣斗士作品 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毕竟圣斗士作品在这一个系列的之前已经沉寂了很多年了 OK 那就是这一个手办了 进行一个360度展示 总体来说能够抽到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还是很大支的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第二个 也就是本套圣斗士手办里面 我最喜欢的L4的一套了啊 首先我们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同样包装的还是非常严实的啊 拆开透明胶带之后主体就拿出来了 这一次虽然说不像是撒甲那样穿着圣衣 但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还原了一切最开始的那个场景 就是大爱抱着雅典娜逃出圣月啊 哎 刚刚拿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没有太奇怪 但这里怎么感觉你好像 好像有点眼熟 哎 服不平次是你了 你怎么来抱着雅典娜了 OK OK 它整个也是一个原色的设计啊 说实话 黄色头发的L4还是第一次见 然后其中抱着雅典娜也是橘黄色头发 都是采用的漫画版本的一个配色 然后呢 底座上也有断壁残垣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芥末你可以说是第二喜欢的一套 也就是这个圣域十二宫的其中三个宫 加一个这个时钟的小场景打开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打开的是白羊宫啊 白羊宫下面是有这种织物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地毯的一个底面 然后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通过中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走廊房 内部其实不是太大啊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宫就是金牛宫 本来以为阿鲁迪巴两米多的 高个子比较大一些 是不是会空间更大一些呢 看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走廊房 两边虽然多出两个房间啊 但并不是通透的 公摊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 接下来到了双子宫了啊 别看双子宫 两侧有两个比较大的走廊 但是人家双子宫不愧是大架 不愧是叫黄啊 它是一个大平层 里面面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呀 所以说这个权力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对不对 两边啊 可能是一个储藏室啊 或者说是内部通开 哎都可以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时钟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钟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而且在某鱼平台上 时钟要比其他几个宫店的价格要贵出很多啊 下面同样采用的这个有这个比较好的地毯的这么一个展示 OK 把它们三个既可以这样组装在一起 也可以把时钟放在中间 同样也可以放在边上的金牛公 对 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建筑风格啊 可以说这一套的把玩性 或者说或者说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静美非常期待 可以收集其一套12款 加上这个时钟13款摆一个场景的效果 所以说这里这一套节目真的非常喜欢 OK 那接下来就是地赏了 地赏这个盲盒啊 我只买了两个啊 因为我感觉这几个人物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那么查开第一个 哎呦 是卡西扬式啊 而且还是断掉一个耳朵的卡西扬式 整体感觉还比较精致 就稍微薄了一点啊 那其实芥末下一个希望能拆出的是沙尔了 怎么说也是一个CP了 对不对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看看会拆出谁来啊 三二一 哎呀 这个还真是事与愿违呢 拆出的是魔灵 而且嗯 这个感觉它既不是很Q 然后呢 也有一点动作幅度也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感觉 总之嗯 这两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是一赏 一赏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杯垫了 首先我们拆开的是方形的这个杯垫 可以说实用效果是不错的 天马座的圣衣箱的一个效果 另外就是一个射手座的圣衣箱的一个效果啊 这一套一番赏呢 嗯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接下来这个披萨形状的杯垫 然后同样它是有三片啊 狮子射手和金牛 然后呢 中间还有一个圆形的 圆形的这个整体来说的实用感比较强一些 但是他们是可以组装起来的啊 或者说是可以拼装成一个大的12公星座罗盘 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最后一个赏 芥末就很无语了 然后抽到了很多 但是呢 嗯 其实它样式比较少啊 这里是这个白边的萨加 黄边的萨加 萨加 还有这个白边的艾奥洛斯和黄边的艾奥洛斯 以及一个尼洛 对 这就是最最小的一个赏了 而且人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希望大家不要抽到啊 最后呢 是记赏 记赏作为应该说是最后一个赏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金属形态的 然后有着这个田马流星拳和幻龙魔皇拳 两个绝招的金属胸针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这个海豹更加的有分量感啊 更加的有这个珍藏意义 所以说记赏其实比前一个赏感觉要好一些了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一些小赏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些比较大赏了 哦 对了 记赏还有闪电啊 战斗拳和巨型号角两个 当当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次的最终上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啊 也随不算是最大的双子座比较大一些啊 就是星矢 而且同样是一个漫画版本的二代的 这个新生圣衣的一个造型 我们先把这个啊 透明胶割开之后就可以把主体拿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座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特效也是非常的足 只是这个星矢 这个人字型的站位略显诡异 而且脚不是很好往里面插 需要拖一下孔才可以把它正式的插进去啊 然后这个姿势方面 嗯 其实剑某觉得他整个身体如果能再有一个45度的旋转 就会比较好看了 但是现在是一个正在大步往前走的这么样的一个造型啊 你在摆放的时候只能把身体像这样正面朝在前面 才会稍微好看一点 所以说他作为综赏 好消息是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幻色的一个作品 但坏消息是他的一个效果可能并没有像之前的萨迦和艾奥洛斯那样的 这个看起来这么的视觉冲击力太强 但是啊 目前二代星是也如新生天马做的这一套圣衣没有写版本的 市面上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 能够依据于漫画的造型进行一个手办的设计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整体的效果摆在一起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小供电 这一套芥末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艾奥洛斯也是非常有情怀 所以说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入魂一番赏APP去收一套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芥末一个一键三撩 拜拜 拜拜